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因为你这样看 等于是说 我们只是把那个数值算出来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去做一些归类 你觉得合理的日期是多少 这不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来去求个平均值 这比较重要 好 我们来求那个平均值 然后来去算那个结果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开始练习一下 这个新闻公告期怎么算 我等一下会写在白板上 这个新闻公告期的这个公式内容 可以吗 新增资料行 好 请你们先动手完成 新增资料行 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就想要跟你继续来去分享一下 这个新闻公告期 如何来去做一些积核 好 首先 首先我们要做积核 总要有一个依据的标准 你应该要先算出来 这个新闻公告的平均值才对 平均值 最少最少应该公告一天吧 如果你当天就直接结束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公告 会 好 至少 至少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算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不要把新闻公告期加一 看来是要了 这代表说 这代表说 是众数的那个观念 知道吗 众数的观念 就是你公告 如果当天 当天公告当天结束 这我们算一天 不算零天 应该算一天 所以我们这个新闻公告期 是不是应该加一 可以吗 71啊 9啊 20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如果要去判断 这个新闻公告 是不是有问题 好 我们应该要先把平均值 先算出来吧 大于这个平均值的几倍 我们称为叫做异常 可以吗 好 好 我们现在就来算一下咯 首先 首先 我们是不是可以 先算出这个平均新闻公告期 所以 这边我们透过是首页 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所以算什么 平均 新增量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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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ter 所以在這個地方 不對 因為它只有一個值 因為它只有新聞量值裡面 新聞 新增量值它只增加一個值 所以這邊不會出現 好 那這個已經算完了 算完了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平均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工具 在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透過這個工具 然後直接點平均新聞公告值 就算出來 平均是204天 OK 這是平均值可以嗎 那也就是說 假設 400天以上 應該就算是 算是比較奇怪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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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